有这样一句话,没有交集能力的人,就像陆地上的船,永远到不了人生的大海,虽然简单,但富有这里,这话充分说明一个问题,生活中,无论有多么强的能力,多么好的条件,如果没有良好的的人际关系,那么你就无法取得成功,自然你就不会得到生活的幸福和身心的健康。 究竟,如何引导机构建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王呢? 下面一百句世界名人的经典经验,愿对你有些许帮助。 一,人,应当像人一样,永远向上,而又双脚踏地。 二,人握手时,刻度握一会儿,真诚是宝。 三,在选择别人时,也要让别人要假选择自己。 在考验别人时,也要让别人考验自己。 四,睁着双眼,不等于这是现实。 五,为每一位上台唱歌的人鼓掌。 六,自己开小车,不要特地停下来,和一个骑自行车的同事打招呼,人家会以为你在炫耀。 七,一个人如果抛弃他忠实的朋友,就等于抛弃他最珍贵的生命。 八,清清楚楚看昨天,扎扎实实抓今天,高高兴兴看明天,像昨天要经验,像今天要成活,像明天要动力。 九,宁肯与好人一起验刀扛,不愿与坏人一起吃言习。 十,你真诚的自我肯定,你更有想要肯定别人。 十一,一般不做自我辩护,但可以澄清一些观念,一些选择,一些是非。 十二,不要把过去的事全让人知道。 十三,话多必失,人多得常喝少说话。 十四,有人在你面前说某人坏话时,你只微笑。 十五,一个年轻时只顾自己的人,将会变成一个非常隐色的人,老来便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守财奴。 十六,如果我们想法交朋友,就要先为别人做些事,那些需要花时间、体力、体验、奉献才能做到的事。 十七,暗中劝诫你的朋友,一定是大庭广众中称赞你的朋友。 十八,永远不与任何人,包括对你最不友好的人纠缠。 你跟你的人尽纠缠,我忙我的一件物工作。 十九,尊重不喜欢你的人。 二十,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里程碑,都刻着两个字起点。 二十一,人际关系的天敌是猜测,破解密码是真诚。 二十二,不急于表现自己,也不急于有正旁人。 再听一听,再看一看,再琢磨琢磨。 二十三,友谊编织的时候一针一线,小心而漫长。 但只要抽出一根主线,友谊之前就会看它。 这根主线就是,信任。 二十四,不要期望所有人都喜欢你,那是不可能的,将大多数人喜欢就是成功的表现。 二十五,谈妹讨好别人,其实是缺乏自信。 二十六,长相不令人讨厌,如果长得不好,就让自己有才气,如果才气也没有,那就总是微笑。 二十七,切勿,被他人帮了一把,很快就忘了,但被别人踩了一脚,却一直忘不了。 二十八,不随便拒绝人,也不随便答应人,不许愿,不掉人家胃口,不在无谓的事情上炫耀自己的实力。 二十九,尊重传达设理的师父及高卫生的阿姨。 三十,我宁愿得到善意的争辩,不愿面对冰冷的沉默。 三十一,永远不要以为任何你接触的人,比你傻比你奔比你容易上套。 三十二,与不人倒的石,尽强先坐在司机旁。 三十三,用手写的信号比较有经济感,给人的感受也不一样。 三十四,分享,有情的东西越分越少,无情的东西越分越多。 三十五,只要肯开口赞美别人,你将会是最大的赢家。 三十六,起志是关键,如果是上学不好,宁愿纯普。 三十七,想选朋友,要慎重,更换朋友,要更慎重。 三十八,破裂的友谊虽然能恢复,但却再也达不到亲密无间的程度了。 三十九,有一种人总希望别人在更重视身强力壮,生活时均染病死去。 四十,一个人虽然可以选择许多路,但不能同时走两条路。 四十一,自我批评总能让人相信,自我表扬则不然。 四十二,第一次敢于嘲笑你自己的时候,你便成熟了。 四十三,要想得到别人的友谊,自己就得先向别人表示友好。 四十四,命运与时势仅仅相连,善于省时度势,努力发掘自己,就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。 四十五,文明白蓝和谐,亲善才能产生幸福。 四十六,能对你看怀之言的人,便是你的挚友。 四十七,跟着好人学好人,跟着师婆挑假神。 四十八,生活得疯疯于语,是一把无形的刻刀,在给每个人雕像。 四十九,对视不对人,或对视无情,对人又有情,或做人第一,做事几次。 五十,看别人骄傲,其实是自己自卑。 五十一,君子与君子以同道围棚,小人与小人以同立围棚。 五十二,蒙住自己的眼睛,并不等于世界就漆黑一团了,蒙住别人的眼睛,并不等于光明就属于自己的了。 五十三,最容易跌跤的地方,不是高山,而是平地,掉进深谷里的人,只有向上才能找到出口。 五十四,要更多去探望处的危难中,而不是正在走红的朋友。 五十五,兄弟不一定是朋友,但朋友往往是兄弟。 五十六,不要把别人拿好,是完理所当然,要知道感恩。 五十七,因为有利可图,才与你结为朋友的人,也会因为无利可图而与你倔强。 五十八,是件最美好的东西,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底都很硬直的严正的朋友。 五十九,有时要明知不问,你的专件很贵吧? 有时,即使想问也不能问,比如,你多大了? 六十,为人还是为己,是一个人挂在自己的名字下的一幅内心世界的显身画。 六十一,看别人霸道,其实是自己惧怕权威。 六十二,有意的表现使用权人高尚,充实,不发,有俗的言谈使用权人低下,空虚,消沉。 六十三,当然,自己要喜欢自己,但绝对不能自恋。 六十四,喜欢纠正别人,其实是也是自己弱点。 六十五,有意永远不能成为一种交易。 相反,他需求最值得的无厉害观念。 六十六,想要有朋友,先要够朋友。 六十七,说话的时候,记得常用我们开头。 六十八,不能用温情征服对方的人,用殴打也征服不了对方。 六十九,经验很多时候是人们对错误的称呼。 七十五,同时生病时,去看望他,很自然地坐在他病床上,回家再认真洗手。 七十一,没有任何一个有钱人,各位大道不需要朋友。 七十二,怀疑别人排斥,其实是不能接纳自己。 七十三,只有把目光推着地平线的人,才能找到自己的正确道路。 七十四,坚持在背后说别人好话,别担心这好话传不到当事人耳朵里。 七十五,谁若想在困恶时得到援助,就应在平日待人以花。 七十六,哪里没有相互间的和睦,哪里就没有生活的富裕。 七十七,没有什么东西比为观者们更能提高你的保龄球的成绩了。 所以,平常不要运气你的喝彩声。 七十八,玩弄别人感情,其实是自己情感受过伤害。 七十九,一步登附上高山,那一步不慎,却能从悬崖上掉下来。 八十,如果你在表演或者是讲演的时候,如果只要有一个人猜听,也要用心地继续下去。 即使没有人喝彩也要连,因为这是你成功的道路,是你成功的摇篮,你不要看他人成功,而是要你成功。 八十一,你拥有自尊,你更能尊重别人的自尊。 八十二,老是爱欣赏自己脚步硬的人,只会在原地多圈了。 八十三,不要向朋友借钱,本人觉得很多的时候,都是因为钱这个东西吃去了很好的朋友。 八十四,友谊是两颗心真诚相待,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敲打。 八十五,容树上的八个在讲,只讲不听,结果乱成一团,学会聆听。 八十六,友谊往往是有一种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容易实现的共同利益结成的,只有在相互满足时,这种关系才是纯洁的。 八十七,先做人,后做事,只有做人到位,才能做事成功。 八十八,没有弄尽对方的底细,绝不能逃出你的心来。 八十九,友谊,逃避一瓶酒,封存的时间越长,价值则越高,而一般喜欢,还够一个酒鬼来饮一次。 九十,不要逼个人看你的家庭相册。 九十,论断别人,其实是缺乏自我肯定。 九十二,你真诚的接纳自己,你更能真诚的接纳别人。 九十三,要走好明天的路,必须记住昨天走过的路,思索今天正在走着的路。 九十四,你要欣赏自己的价值,就得给世界增添价值。 九十五,不必什么都用我做主语。 九十六,给别人一个帮助你的机会,让他享受住人后的快乐。 九十七,显示出对别人的欢乐不屑一顾的样子,那是侮辱了别人。 九十八,你真诚的爱自己,你更能真诚的爱别人。 九十九,保卫出口的不改称,这需要时间,我尽力,我不决定,当我决定后,会给你打电话。 一百,如果你看到一个帖子还值得一看的话,那么你一定要回复。 因为你的恢复,会给人继续添尽的勇气,会给人很大的激励,同时也会让人感激你。 比如说这一切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